資深藝人馬慧珍 25歲就被瓊瑤安排演劉雪華了嗎 戲外人生如同瓊瑤劇一樣坎坷 我前夫她的理想比較大 比較高 比較遠 所以她也很辛苦 那相對的呢 因為她的理想比較高 比較大 比較遠 所以做太太的 在實質上就很辛苦 我必須就是要拿 可能我以前拍戲啊什麼 累積下來的這些積蓄 來讓這個家庭 能夠正常的運作下去 為了幫老公創業當老闆 她把名下的房產拿去貸款700萬 但從未停止的資金缺口 卻永遠補不滿 日子一久 她穿不住了 感覺再降下去 其實是兩個人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提議的 我不幹 我不做 所以是我提議說我要離婚的 忍痛斬斷十年的婚姻 女兒跟馬慧珍一起生活 離婚後為了養家 她付出拍戲 她需要你陪她 可是我什麼都可以給她 我就是不能夠陪她 因為拍戲這個工作 本來就很耗時間的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搜索頻道 不見不散